鼻甲肥大要手术吗? 孙季周西淀集团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鼻甲肥大 它是鼻腔粘膜慢性充血 反复炎症以后 引起鼻甲粘膜下的组织增生 肥后引起的一系列疾病 鼻甲肥大 不一定都要手术治疗 鼻甲肥大我们分三种 第一种感染性疾病引起的鼻甲肥大 它的主要症状有鼻塞 流浓涕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 第二种情况 局限性鼻甲肥大 这个时候 病人的鼻甲虽然比较大 但是它没有鼻塞的症状 此时我们可以选择药物治疗 第三种情况 骨性鼻甲肥大 患者因为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所以我们通常要给他手术治疗 比如说 做下鼻甲部分切除等 鼻腔减容手术 专家提示 一、鼻甲肥大分三种 第一种是感染性疾病 主要症状有鼻塞 流浓涕 可以用药物治疗 二、第二种是局限性鼻甲肥大 采用药物治疗 三、第三种是骨性鼻甲肥大 通常采取手术治疗 比如做下鼻甲部分切除等鼻腔减容手术 第二种是骨性鼻甲肥大 没有地方切除 那种是尾端的 一种是骨性鼻甲肥大 以上是骨性鼻甲肥大